有句话常说 在国外 蔬菜比幼还要贵 穷人穷的只能吃幼 吃不起蔬菜 这是真的吗 西红柿2欧每公斤 相当于人民币14块钱 选择非常多 它的价格差距非常大 农民自己做代言人的西红柿 每公斤69块钱人民币 这款西红柿是获得2022年大奖的 贵了 14.99欧每公斤 相当于人民币104块钱 颜色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看看这边的幼价怎么样 这个猪柚是带点骨头的 是10.951公斤 相当于人民币76块钱 13.5欧每公斤 相当于人民币93块钱 这款猪柚在打折 相当于人民币59块钱每公斤 这款猪柚是最贵的 相当于人民币107块钱每公斤 按照法媒的报道 猪柚的价格在未来几周内会飙升 原因是目前通货膨胀 生产成本在上升 供应在下降 这个五花柚让我想起舌尖上的中国了 它每公斤相当于人民币80块钱 其实平时跟法国人聊天 他们说猪柚涨价无所谓 因为他们平时吃猪柚就不多 咱们来看鸡肉的价格 跟猪柚做一个比较 这个是农场鸡不是饲料鸡 它的价格相差比较大 我找到了一款农场鸡 它的价格跟刚才猪柚的价格 一样每公斤73块钱人民币 非常推荐这款排骨 往微波炉或者空气炸锅一转 就可以得到非常美味的排骨了 选用高温烤制出来非常香 平时常有打折 打折的时候相当于人民币83块钱每公斤 2022年法国的最低收入是1302欧元 这是净收入 相当于人民币9000元 超市里边选择比较大 价格相差也大 所以说套用一个华人的话 吃肉的自由还是有的